各位亲爱的贵宾 老师 师父好 各位所有的师兄 师姐 大家午安 欢迎来到梅门修身馆 这里是李凤山师父在新竹唯一的据点 也是一个融合了养生 文化 教育 休闲的一个多元道场 我们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健康课程 带着大家能够自我锻炼之外 还能够用健康的身体来帮助全世界的人 我们也有教育的许多的活动 包括我们儿童的文武教育 还有我们各种文化艺术的传承 许多的老师今天也都在现场 我们还有各种文化活动 艺术的推广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带给大家许多健康休闲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茶香跟音乐的一个活动 各位都可以来到这边享受这样美好的空间 希望各位今天来了之后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呢 千万不要变成您的觉想 将来这里就是您的身心灵第二个家 以后常常把你的亲朋好友带来 一起来享用这个空间 这就是李凤山师傅有这样一个服务据点 最重要的用意 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享用它 那么我们今天是一个结合音乐与茶香的活动 在活动进入到茶之前呢 我们要先为大家来奉上一杯甩露 我们请茶人帮大家准备甩露的同时 我们来看看投影 介绍要为大家奉上的这个甩露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李凤山师傅曾经告诉我们 未来的世界有两样东西会非常的珍贵 一个就是气 空气 一个就是水 所以呢 师傅教我们练气功 我们自己就可以把不好的空气 转换成好的空气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美好的空气滤浸器 但是水 自己没有办法生产 怎么办呢 所以师傅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去寻找水源 终于在雪山 珍贵的原始森林里面 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天然泳泉 所以我们待会儿大家能够享用的这一杯甩露 就是来自雪山 原始森林的一个天然泳泉 泉从地底的深处 经过千锤百炼冒出来之后 我们帮它萃取之后呢 经过高温 这个是经过国家级认证的高温杀菌的过程 高温煮沸 所以这个水里面不但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而且还有很好的微量元素 可以帮助我们呢 一起来进化我们的身体 所以师傅帮我们的甩露 谱了一个心法 我们看头影片上面 最上方有写了 甩扇通达 路撒方润 这个甩路 甩扇通达 我们要把这个善心善念 就是师傅讲的 未来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享有呢 所以把这个善心善念 能够分享出去 让大家喝到这个甩路 大家先不要喝哦 在你的位置上先不要喝 因为我们还有喝的方法 把这个喝下去之后就能够帮你通畅 这个什么都能够万事亨通一切发达 好 那我们这个甩露怎么个喝法 每个人面前都会有这一杯甩露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甩露啊 首先 它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吻 拿起这杯甩露之后呢 您得先把你的鼻子打开 然后先吻一吻 也许你就能闻到来自 这个原始生灵的山灵气呢 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闻 第二个步骤就是含 我们要小小的把这一口甩露 含在嘴里 让它在你的口腔里 慢慢的融化掉 然后您可以稍微的拿它来竖一竖 再跟这一切的美丽的精华酵素 一起慢慢的咽下去 所以闻 阿含 树咽 四个步骤 好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杯甩露 让我们一起来甩扇通达 路撒方润 感受这杯甩露的滋润 那今天的活动 我们回到活动的主题 茶香二胡运 所以有茶香 有二胡 那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已经酝酿了一年的时间 这个因为曾一珍老师啊 她的行程非常的紧凑 所以我们酝酿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敲到这个档旗之后 就跟师父报告 所以师父就说 哇 我们今天请来了这么一位 跟一般人不同的人物 有这么深度的内涵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应一下 所以师父花了一段时间去感应 老师在这个台上 专神凝聚的演奏音乐的感觉 还有就是今天所有凝聚在现场的 各位好朋友 贵宾 师兄师姐 大家的内在外在各方面的心境 在种种的感应之下呢 谱出了 为今天的活动谱出了一段记章 所以下面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 李凤山师父为我们今天 茶香二胡韵所谱的记章 韵 乐化天良出三界 品味有益得一同 慧眼是才真丰盛 茶通自信见真心 虚怀若伤及周良 情以伏邪正人性 情绿颂饮相和谐 可色全无圣光明 谢谢师父赐给我们的这个记章 今天的第一款茶是龙孝金轩 来我们先展示给 来请起立 展示给我们的贵宾们看一下哦 对为什么要看一下呢 为了这一款茶 我们特别请了这么漂亮的装凉茶的茶器 茶具 好 那这第一款茶龙孝金轩 茶人为我们准备茶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投影片 坐在两边的师兄师姐好朋友们 如果您有碰到死角的话呢 您可以往另外一侧的镜子看 镜子投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 龙孝金轩 这是师父为他取的名字 为什么会有孝这个字呢 在因为这个茶是来自于林口金轩茶区 是茶龙的第二代 秉持着一个孝心 回家孝敬父母 要传承家里的茶叶事业 所以因为有了这份孝心 他们也希望能够进化林口茶区的这块地 因此他们采用无农药无化肥来种这个茶 但是这个年头要坚持品质 保证无农药无化学真的很困难 所以他们在真的是 有点快要做不下去的时候 几乎都快要放弃了 然后遇到了师父 所以师父知道他们这份孝心之后呢 就跟他们合作 我们采有了这一款龙孝金轩的茶 师父为他取的茶签是 五彩艳阳照香醇敬敬 因为这款茶是在正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 所采摘的 所以他这款茶呢 茶味很清甜 入口很像丝滑一般的滑顺 而且很特别的是 这款茶散发出浓厚的茉莉花 跟制止花的香气 待会儿大家喝这个茶喝完之后 可以拿起杯底稍微的闻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杯子的底部啊 哇真的是满布花香 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喝到这个茶都想说 这怎么是不是加了香精啊 怎么这么香啊 待会儿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没门是没有香精茶的 所以大家请安心 那么我们这第一款茶是凉茶 因为外面天气正炎热 所以呢奉上凉茶 凉茶怎么喝呢 现在大家已经都有了这杯凉茶了 对不对 师父说啊凉茶爽口率性饮 所以我们就大家秉持率性 拿起来给他尽情的喝下去 好我们一起来举杯 也祝福今天的活动 一切顺利大家都收获满满 我们就率性给他引下去 好 这会儿我们感受到 今天的节目叫茶香二胡韵 所以呢我们已经感受到 这股浓浓的花香 充色在我们的鼻尖口尖 下面我们就要来感受 二胡的韵味 今天我们的二胡音乐家 请来的是曾怡珍老师 曾怡珍老师 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乐谱 也看不见这个世界 但是他这个并没有阻碍他 追求在音乐上卓越的表现 所以曾老师其实在27岁的时候 就在哪里 在美国甘乃迪艺术中心 去参加比赛 从53个国家106位音乐人当中脱颖而出 荣获国际特殊才艺青年音乐独奏冠军 所以老师没有因为身体的一些不同 而阻碍了他追求卓越 所以李凤山师傅特别去感应 老师的音乐是带给人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所以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影片 听听李凤山师傅怎么说老师的音乐 曾老师啊 他在拉弧性的时候 感官上非常的细致 而且跟一般人不一样 非常的深入 我在想他除了曲调以外 我相信他在意境上 一定是跟着歌词的领域走的 所以我们老师啊 他的音乐里 对这个盒子是充满的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深度跟慈悲在里边 我们静静地听啊 刚一开始你会觉得像颤颤流水一样的 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 一直听到最后啊 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无限宽广的感觉 而且宽广里边呢 又透着深厚 这个宽广里面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不是光是我们的听觉 它根本是一步一步地踏上生命的究竟 就是那么样的单纯 让你听了就觉得 该觉醒的就觉醒了 该震撼的就震撼了 该入定的也就入定了 我从音乐里边真正地领略到这个信仰 所以我讲话 单纯话的话 一切都从礼乐里得到化解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找到了信仰 也就是礼乐的高度修养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谢谢 谢谢师傅的这段影片 曾老师从深度与慈悲中走出了无限深广的人生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最热情的掌声 来欢迎曾怡曾老师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具有独特风格和情感表达的扬州小调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扬州小调 感谢老师 优优独特风格和情感 优独特风格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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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情感 优独特风格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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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情感 优独特风格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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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优独特风格和情感 能够游独特风格和情感 闭上闭上眼 让我们的茶叶 打开您的耳朵 淡雅的淡雅 也让我们的身体 游然而生 一种幸福的一种 自然之中 也计算 当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的身体 一样的一切 张开眼睛 我们的身体 也特别特别提醒我们 可以帮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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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有身体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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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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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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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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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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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体 我们的身体 感受大家 我们的身体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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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身体 身体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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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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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